警方发射的催泪瓦斯和抗疫民众丢职的石块等物品 在夜晚的巴拿马市街头形成极为混乱的场面 这波抗争的起因是十月间由国会通过 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的法案 授权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业公司 延长在多诺索地区的铜矿开采权 期限为二十年 另外还给予业者再延长二十年的选择权 也就是开采权最多可以延长到二零六三年 抗疫民众认为开采铜矿造成大量的碳排放 同时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等于是出卖国家主权的叛国行为 争议所在的铜矿开采区 位于巴拿马北边靠近加勒比海的多诺索 是全球规模名列前茅的露田铜矿区 预计运藏量达到三十一亿吨 加拿大业者第一量子矿业公司 在二零一七年取得矿区的所有权 扩大新建后 从二零一九年进行商业开采 年产量约三十万吨 外界预估如果开采权得以延长 二零二四年光是这个矿区的采矿所得 就将近业者年度营修的一半 同时也占巴拿马全年GDP的百分之四 堪称是产观双方的金鸡母 但面对全国风起云涌的抗议 总统科迪索除了呼吁各方冷静 也抛出以公投复决法案 作为最终决定是否给予业者 延长二十年采矿权的依据 消息传出 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第一量子矿业的股价 立刻崩跌近三成 创下该公司二十六年来最大跌幅 毕竟失去这个金鸡母 业者的损失难以估计 但就在科迪索总统抛出公投议题后 巴拿马的选举法庭立刻表示 举办这样的公投与法无据 对此巴拿马政府指出 在给予第一量子矿业公司延长 合约年限后将不再核准新的 铜矿开采计划 这是否能平行民怨恢复稳定 还是未知数 根据加拿大矿业资讯业者的估计 全球的铜矿需求将在未来七年内 从目前的两千五百万吨成长到 三千六百六十万吨以上 以目前的产量而言 每年的供给量短少了六百五十万吨左右 也因此同制品的回收再利用也持续成长 目前占全球消耗量仅百分之四 估计二零三零年可以成长到百分之十七 公日新闻 许家人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许家人编译